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的来说它的临床症状就是一个义务感 但是呢这个义务感我们一定要强调 它不是 一定要强调它这个义务感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空焰义务感 空焰义务感 什么叫空焰义务感 你经常问病人 病人来说我觉得喉咙里头有东西 梗得很 堵得很 那么有什么有痰等等 它的描述多种多样 但是这种义务感 在它进食食物 在它喝水的时候会消失 那么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就是 咽口水 所以说叫空焰 在咽口水的时候 它感觉有义务感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提起大家注意的 不要病人一说义务感 你首先考虑的就是梅合气 首先考虑的就是焰义务感症 这种是很容易误诊和漏诊的 而我们就梅合气的义务感 我们始终强调一点 它是一个空焰义务感 就是说正常情况下 它存在 在咽口水的时候它存在 但是在我们进食的时候 不管是我们喝水也好 吃固体食物也好 吃流脂食物也好 它都消失 这个要注意 这个一定是要给大家强调的 这个就是 以前我们曾经遇到一个病人 他就是 他来了 当时我也是 我说你有什么病啊 他说的 我觉得有义务感 我说义务感 因为这个是很多咽口的疾病 它常常存在的一个症状 那么后来我就说你义务感 那么我都把它看了一看 他的咽后壁也没有明显的充血 其他也没有什么 都没有什么 然后呢病人就要求做一个牵肢性检查 结果做检查呢 下咽部 喉部 都是正常的 你问他胃 胃也没有问题 食道也没有问题 当时呢我就说 我问他一句 你是咽口水的时候有义务感吗 他说是啊 我说那你吃东西不受影响吧 那他说 有点受影响 我觉得吃饭的时候 好像咽一口饭 咽不干净 老要留一点饭泥 老要留一点饭渣 在我的舌根部 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就要怎么样了 不要很单纯的 很盲目的 就是说 考虑没喝气了 最后呢 我再一次仔细检查 我就发现一点 他在就说 我们检查的时候 张开嘴用亚瑟版亚注 患者的舌前三分之二 亚注之后 让患者就说发啊的时候 他的软额 血用水 完全不动 完全不动 后来我再问他 他有脊髓空洞症 脊髓空洞症 首先影响的就是舌咽神经 首先影响的是舌咽神经 所以说病人就可能有 这种义务梗塑感 这个病人呢 他是本身有脊髓空洞症 后来一问 就追问出来了 我听就说有一个老先生也介绍 他就说有个小伙子 一个状怨小伙子 也是以义务感来就诊 就在他那里就说 被诊断为 被确诊为 被确诊为 急水空洞症 他这种就是说 义务感并不是空炎出现 他在吞东西的时候 吞进食固体 或者流子的时候 他老觉得有点东西 有点梗 这个时候他做一个核池共振检查 最后就找到了确诊是积水空洞症 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说 梅合器的临床症状 同学们可能都知道 义务感 但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强调一点 是空炎义务感 空炎义务感 在他平时不进食的时候 或者是吞口水的时候出现 在喝水或者进食食物的时候 这个异物感就要消失 就要消失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的 那么局部检查 局部检查 作为梅合器来说 要想诊断 它是梅合器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排除气质性病变 就是我们的咽喉 各个地方都要做检查 没有发现阳性体称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仔细检查 从鼻咽 口咽 喉咽 喉部 以及颈部 等等 排除了气质性病变 这种呢 我们才能够考虑是梅合器 另外呢 一些早期的 比如说 恶性肿瘤 鼻咽癌 喉癌 以及颈部 食道的恶性肿瘤 它呢 也可以以义务感的主要表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注意检查 定期的检查 以免漏诊 以免漏诊 所以说对于 我们梅合器来说 它的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的诊断 我们不能轻易的下 那么必要的时候 我们要做些哪些检查呢 纤维支气管喉镜 纤维食道镜 胃镜 排除什么 下烟部 下烟部 喉部 食道 胃的病变 那么血肠规 肝功能 净土的X光片 净土的X光片 有的病人呢 它的净土过长 出现那种净土 公中科症 它也是 有以义务感为主要表现 颈椎的X光片 胸椎的X光片 包括什么 包括我刚才介绍的 CT啊 子供诊 等等 都要怎么样呢 排除 七字性病变 排除七字性病变 我们才能考虑是 梅合器 那么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关于梅合器这个病 我们很容易考虑到 但是呢 要下这个诊断 我们必须怎么样 肾之又肾 肾之又肾 因为你下了这个诊断 就其实是什么 它没有明显的七字性病变 没有明显的七字性病变 我们中医叫做什么 弹气胶阻 秦字 气机 瘀字 西医是什么呢 义感症 这种的诊断 我们下的时候呢 一定要慎重 不要轻易的下 你下了这个诊断 就明显 就百分了一点 你已经排除了什么 七字性病变了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的诊断 它的甲软诊断 我们看一下这个病的治疗 甲软诊断 我们看一下梅合器的治疗 大家说梅合器的治疗 应该以什么为主 疏离气机 对吧 话谈解育 疏离气机 话谈解育为主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 甲育气质 病人呢 素有情字不随 甲气不疏 气机于解 于主于咽喉 所以说患者可以出现 咽不义无感 祸如梅合 祸如肿路 吞之不下 吐之不出 但不爱饮食 这个我们要强调 不爱饮食 可能还拌有一些 其他的甲气欲结的症状 比如说什么 抑郁 多疑 胸斜挽伏的脏满 心繁异路 散太心 十字红 胎保腻 脉旋 等等 一派甘气不疏 甘气郁结的症状 治疗方法 疏肝理气 散解解瘀 方选 代表方 解瘀的代表方是什么 逍遥散 我们用逍遥散加解 疏肝解瘀理气 从而拿到什么 气机调和 预解 腌疏的一个目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加减 如果患者伴有腌肝 可预饮血而不节者 我们加上麦当 生地 天花粉 如果是淹厕所肥厚 我们就加一些 行气活血散结之品 红花单身陶人 或者是什么 就是一些通经诺的 照脚刺啊 等等 那么晚服葬满 我们就加上 半下瓜篓杀人 礼气削皮 那么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怎么样呢 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要跟病人多交流 让病人心情愉快 化解抑郁 愉快生活 这种病人的话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跟病人精神 思想的交流 思想的交流 化解其 就是说抑郁的情绪 化解其抑郁的情绪 曾经我就遇到一个病人 他就是考虑没何起 他有明显的情之不随的病史 他是一个单亲妈妈 很不容易把自己的女儿养大了 结果养大之后 女儿在就是说 异地求学的时候 他说他女儿考起了 好像是北大 还是清华的研究生 考起之后呢 结果在一人心道走的时候呢 被一个无证驾驶的车辆 给那个就是说 撞死了 他当时是说了 突然的情之刺激之后 当时非常伤心 非常的就是说气愤 然后就过了没多久 他就开始出现 嗓子不舒服 异物感 他是明显的情之不随的病史 像这种病人的话 我们在给他就是说 用药的时候那边 然后呢 就跟他进行情绪的交流 就劝他给他就是说 舒紧 慢慢慢慢的 后来他还是来坚持 看了就是说七八次 慢慢慢慢慢慢的 他自己觉得喉咙也好一些 他的精神状态也好一些 所以说这种病人的话 我们一般除了我们辨证血药之外 我们一定要跟病人进行交流 化解其抑郁 因为作为病人来说 他是非常的信任自己的医生的 非常信任自己的医生的 另外一方面呢 弹气护结 弹气护结 拥塞于咽喉 我们可以出现咽部的应感 那么自觉喉咒多痰 咳吐不爽 咳之不出 吞之不下 时轻时重 可能伴有咳嗽 痰白 知觉纳呆 晚服上满爱气 舌淡胎白腻 脉呢 玄滑 等等一派 痰气交组的脉症 及肩症 治疗方法 我们应该行气导致 散结 散结除痰 方雪 伴下厚普堂 伴下厚普堂 佳解 方中有什么 伴下厚普 散结除痰 指书 博作与指书 宣肺 等等 总的来说是一个散结 除痰 宣肺 开阴 宣肺 立焉的一个治疗法则 那么如果患者精神症状明显 多欲 多虑 多疑者呢 这种我们加上吃甘草 大枣 拂小麦 补养 补养 我们怎么样 心神 安神 安神定治 如果胸中谈多 自觉谈多 胸闷 我们加上刮楼 杀人 泄白 等等 如果是脑袋 胎白腻 我们加上一些 七剑皮的 木香 杀人 陈皮 等等 如果既有脾虚 我们就用 就用半夏后补汤 喝一个四菌汁汤 补养脾味 如果既有气质血 瘀者呢 我们就配合一个什么 加上一些活血化瘀的 比如说陶仁 红花 单身 或者直接用桃红食物汤 加减 如果病久者 出现什么 气虚 我们加上黄鳍 鸡血疼 如果是胸管部疏者 脾虚 肝沉者 我们加上柴虎 疏梗 止磕 行气 画质 如果是谈诗圣者呢 我们加半夏 瓜老 除外呢 我们可以加一些花 花什么 清炫 一些清炫之际 它疏散 而不过于怎么样 力不至于过猛的 比如说 荷花花 厚朴花 白菊花 扶手花 绿鳄梅 等等 加一些这些 这些就是说 加一些这些 就是说 带花的 这些药物呢 它清炫 而且呢 力不至于过猛 刚才从我们介绍 我们应该知道 痰气焦主是个什么 虚实夹杂症 虚实夹杂症 如果我们书泻太过 可能进一步 加重它什么 中焦的虚衰 进一步加重 它中焦的虚衰 加重它什么 匹不运失 加重痰 痰时的宗主 加重其痰时的宗主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一些花 一些花药来怎么样 清炫 礼器 清炫礼器 使我们补而不腻 补而不腻 宣而怎么样 不过 从而达到这种目的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我们 关于我们就是说 梅合器的内置 梅合器的内置 那么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谈了它的诊断 它的内置 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了这个病的话 除了我们正确的诊断 以及给予有效的中药治疗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它的调护 我要注意怎么样 调畅情字 调畅情字 所以说呢 比如说我们就要鼓励它 参加集体活动 然后培养乐观开朗 心胸宽广的性格 心胸宽广的性格 就像刚才给大家提到那个病人 他虽然他自己呢 他弹的一首好钢琴 后来我就建议他 我说你可以去现在那些老年大学 招老师 我说你可以去老年大学当老师 他确实他又去老年大学当老师 去教那些学生 那些老年学生弹钢琴之后 他确实觉得经常跟同龄人在一块 他就说 心情慢慢慢慢的就好一些 就走出了那种 那种就是说 那种悲伤的那种境地 第二 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这个我们尤其要重视 我们尤其要重视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环境的话 医疗环境相对来说比较严峻 医患关系呢 比较对立 那么在这个病的治疗中 非常大的一部分 因素在于什么 病人对医生的信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这个病尤其需要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我们医生需要向病人耐心地解释 这个病的特点 一定要给他解释清楚 然后呢 因为我们都说了 这个病的病人往往有什么 恐癌症 非常的担心 非常的紧张 所以说呢 这种呢 我们一方面要告诉他 你这个呢 确实呢 是一个病 确实需要治疗 这个治疗呢 需要你多方面的配合 一个是你自己从生活 从你的生活方式 工作方式 以及你的饮食习惯 等等加以调节 另外呢 配合我们药物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病呢 在目前看来呢 并不是会怎么样 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疾病 我们要打消患者的过滤 第三呢 我们经常怎么样 那一年太极拳 什么八段锦 一金金啊 包括现在说的什么 就是说一些解压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现在说的瑜伽 这些 鼓励他多做这些 就是说锻炼 那么一方面呢 强健身体 第二方面呢 缓解压力 缓解压力 因为这个病的话 发病率呢 越来越高 而且呢 趋于年轻化 趋于年轻化 我曾经过 以前都跟同学们讲过 我见过最小的是 属于读小学的学生 读小学的学生 他都说他压力很大 我说我不知道 你压力大在哪里了 他说压力很大呀 很大 他说晚上睡不着觉 晚上简直睡不着觉 他说我要学到十二点 然后早就睡不着了 我说那你的身体怎么办呢 那么小 负担就那么重 那以后大了 怎么得了呢 就是现在的人的话 学习工作 包括在座的同学 肯定也感觉自己怎么样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这种的话 一般来说 我们通过一些适当的运动 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 加以放松 加以放松 我曾经遇到一个女孩 他就是 他很能干 才三十来岁 他就自己把工作 迟了 顶着家里的压力 把工作迟了 他是当时去 拿一个 就是说什么一种 什么产品的代理权 在咱们四川地区做 做得也很好 做了一年 都赚了不少钱 但是他觉得他怎么样 失眠 喉咙不舒服 他来看是因为喉咙不舒服 然后严重的失眠 脱发 他说大把大把的头发掉 是一个就是说 刚刚三十出头的 就是说女孩 而且因为她的压力很大 影响了她的生活 影响了她的什么 身体健康 进而影响了生活质量 甚至影响了 她的家庭和婚姻的稳定 后来她就自己呢 她说算了 哎呀 钱也是挣不完的 我暂时不挣钱了 她就怎么样呢 用了一年时间 她就专门去 练瑜伽 练瑜伽 她说她练了瑜伽之后 她觉得很放松 而且最后她现在转行了 她来 她有时候过来呢 她就喉咙 有时候就说 因为她跟我建立了 比较良好的关系 她喜欢过来 有时候她感冒了 或怎么样 她都喜欢过来 然后她就说 她现在就当一个瑜伽教练 她觉得很愉快 哎 很轻松 就说这种的话 我们经常要鼓励病人 啊 一个是 多去跟人交流 多去跟人交流 不要现在自己的定时视为理 第二呢 鼓励他 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 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 这种呢 不仅是对咱们 媒合其使用 知道 作为在座的同学们 你们要想正常的 就很好的减压 减轻自己的学习压力 哎 思想负担 那么提升自己的 就是说体质 提升自己的生活层次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 这个就是媒合其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一个 要介绍一个病呢 对 那么我们在讲病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个病案 这种病呢 也是在临床中呢 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个 一种病症 越来越高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病案 张某某女 56岁 她来就诊是反复 烟氧咳嗽 四个月来的 反复烟氧咳嗽 四个月 她四个月前呢 就像普通的感冒一样的 外感之后出现 发热 头痛 咳嗽 自己吃了一些感冒药 自己买了一些 止咳唐浆 她具体唐浆名字不明 没提供 然后吃了之后呢 她感觉其他的症状 都慢慢的好了 发热也好了 鼻塞也好了 头痛也好了 但是呢 某某咳嗽 就是说她吃了这些药 的时候 她很快发烧呀 就是说头痛啊 喉咙痛啊 就是说比如说 鼻子塞了这些症状 很快就好了 但是呢 某某咳嗽 她就自己吃 继续吃抗生素 吃一些止咳药 没有效果 两个月前呢 因为反复咳嗽 太久了 她就到我们 我们某市 我们成都市 某医院去就诊 给予她静脉抗生素 还是无效 还是无效 最后呢 到我们医院来就诊 来的时候呢 主要是咽咽咳嗽 咳嗽呢 是扫痰 主要是咽咽 干咳 这个咳嗽呢 以夜间为胜 以夜间为胜 甚至咳嗽的时候呢 她的咳嗽很厉害 咳嗽的时候呢 出现 小便失禁 尿失禁的情况 但这种病人的话 咳了四个多月 我们局部检查呢 看见腌部捏膜 稍微有点充血 其他没有发现 明显的阳性体症 然后呢 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呢 她自己做了一些检查 她的血肠龟 她的甚至做了胸部CT 做了胸部的X光线 都提示是正常的 都提示是正常的 那么作为这种情况 同学们应该考虑什么呢 同学们应该考虑什么 她呢就是说 下呼吸道 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局部检查呢 就是看到 腌部稍微有一点充血 其他没有阳性的体症 其他没有阳性的体症 这个病呢 在我们二十几 八十年代呢 由肝脑提出 喉原性咳嗽 后来呢 被我们学校的熊脑呢 归纳为一个病 叫做喉咳 喉咳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病 这个病的话 因为发病率呢 现在呢 也是成一个上升的趋势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喉咳 什么是喉咳 喉咳是指因为 外邪清晰 脏腑亏虚 或者是脏腑失调 气质痰宁 以及意气刺激咽喉 所致的 以突然和反复发作的 咽部干痒 咳嗽 谈少 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咽喉疾病 从这个定义 我们可以看出来 一个是 它的发生和哪些有关 外邪清晰 脏腑虚损 或者是什么 脏腑失调 谈银气质 或者是意气的刺激 所咽喉所致的 它的有外阴 有内阴 那么它的主要症状呢 突然 患者说不定怎么样 一觉得什么 喉咙发痒 稍微有点意气 或者风寒刺激 就觉得喉咙发痒 一痒就开始怎么样 咳嗽 越痒越痒越咳 越咳越痒 这个恶性的循环 突然和反复发作的 咽部干痒 咳嗽 咳嗽 它这种跟我们就是说 肺息疾病不一样 我们肺息疾病 咳嗽一般是什么 要么是痰黄 要么是什么 痰轻 但是呢 一般来说 痰都是什么呀 比较多的 而这个病呢 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痰不多 痰少 为主要特别的 这个病是不是 我们肺息的疾病 也算 我们咽也是 但是呢 从部位来说 是定位在哪里 咽喉的 这个病位是在咽喉 随着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一些 治疗的误区 以及现在空气质量的下降 所以说呢 这个病的发病率 是越来越高 是非常多的 那么这个病的话 它的病程 短的呢 数月 就短的呢 数周 数天数周 长的呢 甚至可以长达数月 我见过病史最长的 这样咳了一年多 他很担心自己得了癌症 结果就是我们的 豪原型咳嗽 那么我们这个病呢 心血没有对应的疾病 我们把心血中 急慢性咽咽 豪原 中间那种咳嗽 烟痒为主要症状的 排除了下呼吸道疾病的 我们都可以参考我们本病 进行辩证论治 那么同学就要说 那我们学了就是说 猴病 那就可以了 咱们为什么还要提个猴咳呢 因为他们在就是病因病基 在病因病基上面呢 是有一定的区别 所以说呢 就是说那有职之士呢 把他们怎么样 单独的罗列出来 作为我们中医的一个新病种 叫做猴咳 这个呢 也是为了更好的指导临床 指导治疗 那么我们看一下 猴咳主要是怎么导致的呢 是多种咽喉疾病 千言不遇 千言不遇 就是说 进而发展来的 千言不遇 那么这个病呢 是首先是在什么 1986年 由我们中医耳鼻 当代中医耳鼻咽喉课的 泰斗 肝主旺肝老提出的 他当时提出的 提出一个 猴源性咳嗽这个概念 猴源性咳嗽这个概念 他认为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呢 他认为主要是 和止咳尘药的应用有关 止咳尘药的应用有关 大家都知道 建国之后 我们的中医耳 是得到了什么 极大的发展 有很多中医耳的品种 其中关于止咳的药物呢 止咳的就是说 尘药呢 那更是很多 那么大家所知道的止咳剂 大多是以什么为 以什么剂型的 糖浆剂 对吧 以糖浆剂为主 所以说呢 他就认为 本来有的病人 是由于外邪清晰 那么这种是 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 应该是以什么为主 散血 对吧 宣费散血为主 而我们在应用止咳尘药的时候 尤其是那种 糖浆剂的使用的时候 它的负心剂 很大一部分就是什么 糖 糖性什么 沾腻 对吧 糖性沾腻 它是有一个什么 爱邪外出 爱邪外出的一个特点 所以说呢 肝老提出这个病 他就认为 以前这个病很少 这种情况很少 但是呢 随着什么 止咳内的糖浆剂的 广泛的使用 因为止咳的糖浆剂 它很大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就是说 一部分都是需要以糖 作为左剂的 作为负心剂的 所以说的话 它有一个就是爱邪外散的作用 所以这种病人就表现出一种 伏邪不散 伏邪不散的特点 这次肝老最早提出 在1986年最早提出 喉原性咳嗽这个概念 后来呢 1992年在中医临床诊疗疑 在中医临床诊疗疗疑 疾病部分的 致病的时候呢 就是说有专家就提出 正式提出喉咳这个病 而且把这个病呢 归入了我们的就是说 中医临床诊疗疑中 有喉咳这个病的记载 这就是关于这个病的来历 以前的话 这个病是没有这种提法的 那么是86年肝老 正式提出喉原性咳嗽 然后92年被归纳为喉咳 那么在咱们这一版教材呢 被正式写入教材 因为它的发病率呢 还是成一个上升的趋势 成一个上升的态势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病 它简单的一些知识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病的病病基 我们都提到了 刚老提出这个病的初衷是什么 由于止咳内糖浆剂的运用 止咳内糖浆剂的运用之后 导致我们就说 外邪的什么 流至 外邪的停留 那么邪症相争 在胃表分相争之后 引起了一种什么 咽氧咳嗽 所以说这个病呢 它的常见的病就是 外邪的侵息 外邪的侵息 还有秉治的特异 胃表不顾 或者脏腐虚损 功能失调 咽喉失氧 等等而成 另外呢 气候饮食情质等因素 也可以导致 也可以导致这个病的发生 气候 邪痴 邪症相争 结果于咽喉 患者不出现什么呀 咽氧 肝咳 等等 这些症状 发味嘛 喉咳 在政治汇补 也提到了 外感 风寒 盖印温善 不知久泽传理 便为预咳 便为预咳 就提出了一个什么 腐邪不善的概念 腐邪不善的概念 曾经我们也 我曾经也遇到一个 临床一个病人 他就跟我说 他也是以咽咽咳嗽 来就诊的 他说他咳得很厉害 都咳了一个多月了 当时呢 我就给他就说 一个多月了 我摸他的脉 还有点佛 当时呢 就考虑是 应该以心善为主 当时我选的是 三奥汤加减 给他治疗 后来我就 开完方楼 跟病人说一句 你回去之后呢 尽量呢 不要吃糖 最近不要吃糖 他说什么 他说 怪不得呢 他说我就想我咳 我妈妈呢 给我挣了一点 贝母 冰糖蜜血泥 这个是我们 中医来自咳嗽一个 就是什么 经典的什么 食疗处方 贝母 冰糖蜜血泥 他说怪不得 我总感觉自己怎么样 越吃越咳 越吃越咳 所以说这种 关于咳嗽的话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病 我们都说了 五脏六腑 皆令人咳也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还是要变清 寒热虚实 像这种情况 以风邪 饭废 咽喉不利 所致的咽氧干 咳喉 我们应该以什么 宣善为主 以宣善为主 如果宣善不利 导致我们怎么样 福邪不散 从而可以发为预可 一种预可 这个就是第一种情况 跟风邪 泛费 咽喉不利 那么第二种呢 疲虚实运 谈宁咽喉 我们都说了 由于什么 久病 大病之后 或者是自食心拿自薄 肥肝后问 损伤我们脾胃 导致脾虚 生化不足 一方面咽喉食养 另外一方面 我们知道脾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是什么 身轻降灼 如果脾虚 其身轻降灼的功能下降 那么导致 痰灼 凝聚 咽喉 也可以发为我们的喉咳 也可以发为我们的喉咳 第三方面的原因 这个呢 可能同学就 很好理解一些 由于阴虚火旺 上灼 咽喉 向火偏旺 浮月上灵 上灵于咽喉 可以发现我们的什么 干咳 不是 干咳 咽咽 这种呢 同学们可能对这种酒咳 干咳 最怎么样 可能就说 在思维中最顺理成章 那个理解 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原因 在内经里边 有一句话叫做 水和金枯 则肺苦于脏 肺躁则痒痒 痒痒痒 咳不能移也 这就提出什么 水和金枯 肺躁 从而怎么样 干咳 发咳 那么在罗氏 慧悦一经里边说 兼 内热 游火者 虚保 真阴 撞水 智能 治活 这种也是 就是说 变什么 阴虚 阴虚 生内热 虚火 上月 虚火 上灵 斟酌 咽喉 从而怎么样 我们的咽干 咽咽 咳嗽 首先这种 第三种情况就是 阴虚火旺 上灼 咽喉 四个 秉治 特异 未表 不顾 秉治 特异 未表 不顾 如果是化学 益气 虚邪 贼风 它侵犯人体 往往是从什么而入 从口鼻 而入 那么 邪毒 交结于血分 寻金 上犯 从而也发为喉咳 这种 跟我们 秉治 特异 邪气 外邪 虚邪 贼风 侵犯我们的什么 侵犯我们的 就是说 侵犯人体 聚于咽喉 邪症 相争 局部怎么样 发痒 做咳 发痒 做咳 这个秉治 特异 未表 不顾 这四种原因 就是我们喉咳 在临床上发生的 常见的病因 临床上发生的 常见的病因 其中呢 就是要提醒 大家注意的时候 做这种 腹斜不散 腹斜不散的情况 在临床中是 比较常见的 比较常见的 那么休息会儿 休息会儿 我们接着讲 这个病的诊断